基隆市港的發展 到底可以用什麼樣的法令 來協助推動呢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召委羅明財表示 基隆有港口區位 可以善用自由貿易港區條例等法令 多多招商 他建議中央可以讓 基隆有免稅店的優惠 吸引外來消費 在基隆市長謝國良的邀請下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與中央各單位代表 跟基隆市政府進行座談 針對基隆市府所提的項目 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來推動 其中羅明財招委特別點出 基隆可以善用自由貿易港區條例 以及免稅品的優勢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商品 可能是外面你看不到買不到的 所以這樣就是有個帶動 一個觀光跟經濟的效益 你買基隆的理由嘛 對對對 比如說我們如果推動 在這個自由貿易港區裡面 一條煙一條一瓶酒 是免稅的 其實我們可以試辦看看 因為這幾年 基隆的稅收各方面表現 經濟表現成長 相較於其他地方喔 其實是比較落後的 所以要給點誘因嘛 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其實我們花很多的補助在什麼 三倍券 五倍券 這個其實你一鼓勵了以後 中南部的旅客 國內旅遊的部分 他可以到基隆來走走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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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減二個啦 對啊 還來看一家人去啦 多盡 吃的 買的 穿的 算的 全部都把它混合在一起 這樣子就會有加成的效果出來 針對國內的免稅店 目前除了澎湖金門 其他像小琉球 綠島 都有免稅店 這一點或許可以來參考 讓必殺漁港獲得轉型的機會 非常感謝我們羅明財 給我們基隆很好的建議跟方向 那有一些東西需要中央的法令突破 這個時候我們就更需要 這個立法院委員 像羅明財 羅元 可以幫我們很熟悉關稅 在這方面幫我們做一些突破 那未來我們會繼續的請他多幫忙 非常感謝他這次能夠到基隆來 幫我們談妥很多對基隆市 都有很重要的建設及預算 給我們的幫助 讓我們非常感謝這樣子 另外謝國良市長 也特別拜託國稅局 減少基隆商家的查稅頻率 讓廠商願意留在基隆 因為基隆的稅務積查的比率過高 一樣規模的公司 在新北跟台北都沒有人會去查的 可是在基隆就是不斷的被查稅 所以現在很多企業都知道 要把企業搬離基隆 才不會有人來這個積查 那這件事情我了解蔡委員過去 也相當的關心 為了要讓商業的環境穩定 今天也特別來跟財政委員會的 羅招偉來陳情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這次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來基隆考察 曾經擔任過立委的基隆市長 謝國良也歡迎財政委員會到訪 老同事相見歡 謝國良也希望在中央的協助下 儘快促進國有地的開發利用 畫面上是七獨火車站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羅明財 招偉與李貴名委員一行人 來到基隆進行考察 市長謝國良也率領秘書長方定安 都發處長謝孝坤 跟縱發處長林立禪 歡迎財政委員會的到訪 這一次的焦點就是台鐵 七獨站旁的國有地 市長謝國良希望中央跟地方 一起來合作 促進這個國有地的開發 帶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 我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最近也在跟秘書長一起研究 基隆市自己的一個容積移轉 因為這個是火車站隔壁 所以只要給市政府更多的經費 市政府都可以提供更多的容積 因為政府需要錢蓋捷運 最近蓋捷運比較缺錢 所以我們會在一定的期間內 跟秘書長跟處長也研究 基隆市自己的一個適當的 一個容積移轉 那剛剛講的 這就是我們目前今天的這個位置 希望未來能透過車站 然後有像南港車站也是 就是車站出來 周邊有一些商辦的大樓的開發 那整個帶動 那包含這邊目前有陽明海運的大樓 那附近有一些更新案正在帶動 那也感謝中央有支持 在這個地方有規劃一些社會駐載 那未來也會引進一些新的 那包含捷運站 未來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做一些聯合開發 這總體看起來 TOD的開發 其實是對民眾 對政府 對台鐵都有幫助 趁這個機會跟各位說明 台鐵的立場是很希望 也很樂意來跟地方政府合作 那看地方政府有什麼想法 雖然我是在新店 但是很多人在聊到基隆的時候 心裡就是覺得 哇這個恨鐵不成鋼 為什麼基隆不能大步的進步啊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基隆啊 有機會納入北北基桃園的一環 還給基隆的一個公道 然後我們結合我們所有的這個 中央的這個立法委員民意代表呢 我們共同一起來 讓我們共同為基隆盡一份心力 我們讓年輕人回基隆 我們也讓基隆的建設能夠更加的這個繁榮 另外謝國良市長也提出 基隆各區還有很多國有財產署的閒置空地 希望也能盡速提供地方上妥善利用 散落在各社區各里林的這些國有空間 盡量能夠打開 一方面能夠整潔 一方面能夠提供給未來的社區跟停車的使用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羅明財召委 也請國有財產署全力協助基隆 現場並請中央與地方的窗口 互加社群群組 以便後續追踪進度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位在暖暖區暖暖街 379巷轉角處 有一處屬於國有財產署土地 已經讓當地居民用來停車 二三十年的空地 可以停放大約三十輛汽車 最近卻傳出國產署要收回 驚動包括聯恩典 林佩祥 林敏勳 以及陳冠宇 四位市議員一起辦理會堪 要求市政府想辦法協調 留下這塊原本就屬於停車場用地的土地 就是這塊位在暖暖區暖暖街379巷 和暖暖街505號轉角處 大約一百坪左右 可以停放大約三十輛汽車 已經讓當地居民用來停車二三十年的空地 最近卻傳出國產署要收回 並且要設置車檔 避免汽車再進入 讓當地居民非常關切 也驚動了包括市議員林敏勳 聯恩典 林佩祥 以及陳冠宇四位市議員 邀請市政府交通處 以及當地暖溪里長 詹凱傑辦理會堪 要求市政府想辦法和國產署協調 務必留下這塊屬於停車場的用地 未來繼續讓民眾無償使用 或是規劃為收費停車場都可以 這個市府可以拿來做無償撥用之前 是不是也要請 還是要請區公所這邊 跟國務財產署繼續溝通說 體恤現在的民情 不要讓這個停車空間變成是說 一個讓民眾跟公共部門 去對立的一個態度 尤其國務財產署他們是為了 審計室為了要檢討 所以說把這個時期 直接片面的決定要把它封起來 而沒有考慮到當地的使用力 這樣的做法其實 永遠是把將的作為 有客人用的 我們是希望說 看是不是能夠由市府這邊 來跟國安署這邊來做商量 既然在檢討了 那我們要檢討之後 那是不是就把原本 可能大家停的比較 沒有一個規範的停 那我們不是像里長所說的 我們把它畫格畫好來 整個設備做好來 把它變成是一個 收費性的停車場 然後來讓民眾可以繼續停車 那不然像剛才騎上非常語言講的 如果這個把它封閉 一封起來 這裡面大概會有30台車的車輛 大概就會往我們這個 讓你接這個 中式接26巷 我們379巷 以及我們這個 整個暖西嶺這邊 來做停停放 那停放之後就會造成 我們整個暖西國小周邊 鄧郎號橋 周邊的這個停車壓力的問題 就是至少停車數量 你們算完那個面積 大概98坪100坪左右 算完出來之後 一定可以把數量 給比較精準的抓出來 所以這個再麻煩後續 就是停管科先算出來之後 再來跟地方溝通 不然地方傳談可能會不小 那後半段 其實有地方也要特別跟江東復講 是說因為其實整個暖南區 長期來都缺乏停車場用地 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後面再做檢討 或是公有地的 就是聯合開闢這件事情 希望停管科這邊可以繼續努力 這個停管處這邊 跟這個國安財源署這邊聯繫 看怎麼樣來 第一個先把它緩下來之後 那後續的要怎麼樣 把這邊用停車場的方式 來開始進行 我想這樣子比較 會比較快一點 機動市政府交通處強調 會積極協調爭取留下來 作為停車場 市府也會積極趕快來 跟國安署協調 那大概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長期的部分是做 可能會做朝收費停車場去做處理 但是我們會盡量跟國安署去爭取說 在還沒有收費 就是現階段到收費 避騰收費停車場之前 能夠保持現況 讓居民來盡量能夠來停放車輛 那在停車場做好了之後 再來是回歸停車場使用 一塊停車空地傳出要收回的問題 四位市議員立刻辦理會堪 也看得出來暖暖街 汽車停車位一味難求的情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現階段遇到蛋荒 想要買到雞蛋不是很容易 基隆市議員張炳君關懷失智長輩 特地捐贈雞蛋給衛生局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主管的 全市六個失智據點的長輩共餐使用 長輩和家屬們非常感謝 特地邀請張炳君和大家一起做 肉鬆鹹蛋糕同樂 在伊甸基隆區老師指導下 基隆市議員張炳君協助 把自己送給失智據點長輩共餐用的 有機安心雞蛋敲開 加到粉料內 再由失智長輩家屬以及張炳君 接力輪流攪拌均勻 大家都好開心 而打成膏狀後 再加上黑芝麻以及肉鬆分成兩階段 拿去蒸層鹹蛋糕 由於現階段遇到蛋荒 想要買到雞蛋不是很容易 基隆市議員張炳君關懷失智長輩 先前特地捐贈三百顆安心雞蛋給衛生局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主管的全市六個失智據點長輩共餐使用 幫失智長輩們補充營養 讓長輩們的家屬再三感謝張炳君的愛心 更特地邀請張炳君到伊甸基隆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和大家一起做肉鬆鹹蛋糕同樂 有 真開心 很高興 謝謝他的愛心 有 有 很大的班子 他營養 營養 有 顧到他的營養啊 那秉均之前也捐贈了我們的有機的雞蛋 給我們所有基隆市的失智的據點 那今天也很開心 由我們的伊甸基隆失智的據點 然後邀請我來一起跟長輩們 來做雞蛋蛋糕 那坦白說這也是我第一次做蛋糕 那也覺得相當的有趣 然後也感謝我這些大姐們 有教導我如何做蛋糕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在這個失智的據點 也看到大家是相當的開心 然後有一個共榮的氣氛 那未來的話 秉均這邊也希望來 埋合更多的資源 不管是雞蛋 或是其他的物資 或者是有任何的資源 我都會來盡量的埋合 然後來幫助我們所有這些失智的長輩 正肉鬆鹹蛋糕等待期間 失智據點絕對不浪費時間 安排失智長輩們跳韻律操活動筋骨 張秉均也硬邀跟著長輩聽著音樂一起運動 等待20分鐘後 肉鬆鹹蛋糕香噴噴的出爐 這個蛋糕都已經出爐了 很香的肉鬆鹹蛋糕了 伊甸基隆區長李連等人 也和失智長輩以及家屬們 開心的和事議員張秉均 一起合影留念 見證大家共同完成 肉鬆鹹蛋糕的一刻 肉鬆鹹蛋糕 鹹蛋糕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基隆童話藝術節共創裝置藝術 島嶼繪聚傳遞永續 已經在海洋廣場安裝完成點亮 展出到4月8號 由基隆市長謝國良主持點燈儀式 為即將開幕的基隆童話藝術節活動暖身 3 2 1 基隆童話藝術節島嶼繪聚傳遞永續 作品正式點亮 高雨昏聚傳遞永續 海洋廣場5千多盞雨滴瞬間點亮 基隆市政府連續第三年 以在地特色雨為主軸 推廣藝術教育 期許透過每年的小雨滴作品 帶領孩子們用不同角度 欣賞自己的家鄉 這次主題是做小雨滴 我做的是用聖戰節還有萬聖節的圖案 點在上面 其實最主要的是想要讓小朋友去瞭解 兒童節是他們的慶典 然後除了讓他們很歡樂之外 我們能不能透過兒童節 也讓小朋友可以留下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希望這個作品能夠讓小朋友 除了他們來參加兒童節 他們也為這個兒童節做一個作品 然後為基隆也為自己的童年來做一個作品 基隆市長謝國良 陽明海運董事長 教育處長一起點燈 還邀請了天馬戲劇創作團 詮釋藝術裝置的創作理念 今年是以雨滴來做為我們的主軸 基隆就像今天一樣 常常下雨 我們一方面要習慣跟雨水共辦 然後享受雨水在泳的快樂 同時今天我們玩城市的正式 也會創造更多室內快樂的親屬空間 這部分我們都會積極讓它親屬 那就是基隆的一個 所以今年這個島嶺會劇 那傳遞永續 剛才主持人所講的ESG SDGS 這是我的永續需要 這也是我們覺得這個主題 對我們來講非常嚴重 那更難人可貴 像剛才市長所講的 今年的主題是由 伊隆市的41所的國中小 總共5千位高年級同學 所繪之而成 那我想有錢我們今天 大家知道台灣最近正在 缺水差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開展的地點 你一省就來了 所以像是一個非常好的情照 這座雨滴創作藝術將展到4月8號 而基隆童話藝術節將在4月1號到4月4號 在國門廣場和海洋廣場 歡迎大家來基隆拜訪 欣賞豐富的表演活動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基隆此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誠誠 觀世音菩薩聖誕 欲佛節 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慈雲寺 阿火啊 頭前是怎樣 就仁愛喬4月10號 開始要改建了啊 蛤?為甚麼? 因為仁愛喬超過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你是說要花久啦 從4月10號開始10個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快點去跟鄰居說 仁愛喬4月10號要開始改建了 這樣比較安全啦 慈雲寺的財神殿 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正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雲寺 直角求發財規 以祈求能夠財源廣盡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 供信眾願養 到了慈雲寺 可千萬別忘到財神殿參拜喔 台62線東向2.6公里處路間 發生一起火燒車意外 警銷人員貨爆後趕底現場 發現車輛已經全面燃燒 立刻灌救 幸好車子裡面兩個人及時逃出 沒有人員傷亡 快速道路路間 一輛賓士車冒出熊熊火焰 吞噬整輛車 好端端的車怎麼會突然起火 意外發生在27號早上10點 台62線東向2.6公里處 發生火燒車 當時車上駕駛 而乘客即時發現 將車停在路旁 踩一下車 車子就陷入火海 對啊 就停到旁邊就燒起來了 有聞到什麼味道嗎 燒焦的味道 車上有放東西嗎 沒有 消防局後報趕到現場滅火 不到10分鐘時間 整輛車就燒到只剩下骨架 由於火勢太過猛烈 消防隊以泡沫灌救 火勢立即受到控制 到達的時候那個車輛全面燃燒 然後我們同仁出一線 那個1-7 然後江湖是負面 問駕駛 駕駛是說他開到一半的時候 第一時間是發現那個引擎 那個冒煙 駕駛駛及乘客即時發現下車 才沒有造成傷亡 根據駕駛表示 賓士車車鄰大約10年 前三天才保養過 但究竟為何會突然起火 還有帶火調人員進一步調查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基隆市政府針對美術館工程 進行說明發現清查後有363項缺失 一約扣罰廠商314萬元 市政府強調將會要求改善缺失 趕緊完工開放市民使用 金融市政府文化局針對美術館工程 總共進行57次的五預警抽查 開立了273次 此外設計建造單位部分 也開立了90項施工缺失 合計起來總共有363項缺失 廠商 承包的廠商它主要是依照設計圖來進行施工 卻跳過了中間的這個繪製細部大樣圖說 它直接跳過這個直接進行施工 而導致所有363處的這個缺失的部分 那根據這個台北市建築工會的這個理事長 前理事長他有說到 就是說施工品質最後的好壞 是直接影響工程品質的成敗 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部分 在對於完成設計工作後 完成設計工作後 在施工前 施工前他所繪製的這個施工圖 施工級細部大樣圖是不可或缺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須要依照這個細部大樣圖來進行施作 不然的話有可能會造成施工重複 或者是施工錯誤等等的問題 不僅鐵捲門裝帆 才是應當要裝設在裡面的部分 然而它完全是 就是因為沒有細部大樣圖 所以才會導致說它裝帆 工具間還沒有施作完成 新的天花板跟舊的工燈之間 有非常大的一個孔隙 天花板有縫隙 金屬牆面均有色差 文化局也依照契約規定 向施工廠商進行全部扣罰 市政府強調 設計監造單位也要附起監督協調功能 市府將在31號邀集設計監造施工廠商 進行三方的協調會議來改善缺失 希望讓美術館盡快完工 開放民眾使用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突然眩晕 步態不穩 有可能是隱原性中風哦 衛福部基隆醫院表示 中風的情況有好幾種 不管是哪一種病因引起的中風 如果民眾發現微笑 舉手以及說你好時都做不到時 就有可能是中風的症狀 務必把握急性中風搶救黃金三小時 儘快送醫治療 突然眩晕 步態不穩 有可能是隱原性中風哦 衛福部基隆醫院神經內科醫師黃旭東表示 中風的情況有好幾種 而所謂的隱原性中風 和一般常見的中風原因不太相同 並且舉一名70多歲的老太太病例指出 一開始老太太就是有突然眩晕 倦怠和步態不穩等症狀 且有高血壓病史 但是一開始依照正常程序 做腦部核磁共振檢查 只有散在性的小中風 其他檢查包括頭頸部血管沒有狭窄 或阻塞也沒有心律不整或血栓等情形 最後在安排腹部電腦斷層CT檢查後 才證實是胰臟癌惡性腫瘤引起的 相關隱原性血栓性中風 惡性腫瘤是我們這次進一步檢查才查出他有惡性腫瘤的 這個病人完全不知道 對這也是一個很早見的 那他算是良性還是惡性腫瘤 他是惡性 惡性他怎麼會不知道 應該會有症狀 其實惡性腫瘤的話 病人有時候在初期不會知道任何的狀況 對很常都是因為健檢 或者是我們現在台灣有在篩 就是有普篩嘛 四大篩檢 四海篩檢 每到幾年之後 對沒錯 乳癌那時候定期去追踪才會知道 平常不會有症狀喔 可是剛剛那位病患不是因為第四期 對 這是剛好這次檢查出來才知道他是第四期 之前都沒有任何 完全不知道 第四期真的很嚴重 第四期 第四期就是默契 就是 不過不管是哪一種病因引起的中風 黃旭東醫師呼籲民眾 可以牢記腦中風早期症狀 FAST口訣 如果民眾發現微笑舉手以及說你好都做不到時 就有可能是中風的症狀 務必把握急性中風搶救黃金三小時 儘快撥打119送醫檢查治療 那之所以會定說三小時是認為說 在這時段時間內 如果是在適合做治療的個案 我們去為病人做靜脈血栓溶解劑的施打 病人的癒後是相對會比 三小時以後的病人來的明顯改善很多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就是我們會把時間拉在三小時以內 當然越早送來越好 50分鐘一小時兩小時那個當然更好 育後一定會更好 只是超過三個小時之後 隨著腦中風的時間拉長 腦細胞會以每分鐘幾百萬的個數在死亡 然後死亡之後會吸引一些局部的腦組織的神經發炎物質來導致發炎 也會增加出血的風險 越晚施打血栓溶解劑出血的風險越高 超過三小時之後 施打其實幫助已經跟他的壞處 已經很難去有一個明確的趨勢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使用多年為在中山區文化路和文明路口 聯通德河國小的德河人形路橋 預定在四月底前拆除完成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邀集當地里長、校方以及市政府公務處等單位人員會刊 討論拆除前後必須注意的問題 位在中山區文化路和文明路口 聯通德河國小的德河人形路橋 使用多年後預定在四月底前拆除完成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邀集當地文化里里長、德河國小校方以及市政府公務處等相關單位人員會刊 討論拆除前後必須注意的問題 包括拆除後重新劃設路口斑馬線 維護學童師生以及民眾過馬路的安全 那經過我們一年多的時間的努力下 也順利爭取到了經費 而這個路橋將在今年的四月份要把它拆掉 拆掉之後 然後我們將要配合我們德河國小 我們的出入口處 會重新做一個意向 讓我們的周遭的環境變得更漂亮 同時也感謝我們文化里里長 我們有提出的建議就是說 他也希望在我們這部分有一個風雨的走廊 那在配合路橋拆掉之後 還有我們德河國小出入口的意向製造完成之後 我們潘里長有建議 是不是把我們整個的風雨走廊重新美化 加場 也讓我們當地的不管是里民 或者是我們上下課的這些學生們 在行走這一段的時候都可以不要再受到風雨的騷擾 讓他們可以安心的走在這的人情路上 讓我們這邊出入小朋友都能夠比較安全這樣子 那個斑馬線能夠增加一下這邊 最主要這個遮雨棚已經三十幾年沒有做了 能夠美化一下讓文化里那個牆壁都老舊了 希望議員能夠幫忙 市政府公務處方面表示 預定用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利用晚上時間分段拆除這座路橋 順利的話 4月底前拆除完成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歐住 因為 西嶺 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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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